别愁了 实在不行走吧 去哪里 回家 回去 对啊 你开什么玩笑 我好不容易看见这一手新木 你叫我回去 就这样放了 那这绿的确实好看 那但是价格 就是价格谈不浓 不然我跟你讲 我早就走了 你看好不容易看到这一手新木 而且是这种带色的 底子又干净 肉质又细腻 而且还是13只 大小圈口都有 就是价格谈不浓 这一手料子的话 我是真的不想放弃 是真的好看 因为像这种的话 上手的效果是贼漂亮 贼漂亮 看到没有 看到了 好看 好看啊 就是还差一点预算 13只的话 调出来都是完美的 然后呢 55的 56的 57的 58的 全个都有 每一只的话 都是这种白底带色的 白底青的 颜色很漂亮的 那天我们去看的时候 很多个同行老板 就想拿这一批 但是我一直舍不得 再放 因为一放开就没有了 随时我都跟你说了 今天看看能不能弹成 最后一把 能弹成的话 就给它收回去了 因为像这种料子的话 它的调形也好 而且的话 数量也不是很多 就只有这13只 多的就没有 很难遇啊 难遇 还对点缘分 哎呀 我的天呐 我真在想要不要去 给那个老板再加一点 要不再弹一会儿 再弹完吧 这一种品质 确实是很在心啊 你看到没有 十多只呀 毕竟这个谈货 真的不是一般的难谈 料子现在真的贵 这样的好看啊 好看的 就这样的 下面更好看 因为每一条都是这种 带色的 肉质细细的 很干净的 再去加把油吧 看看老板来不慢 老板娘 我又来了 我拿到外面去看 货品的话是完美的 没有毛病 你谈不成话 你给了什么价 你都没有听我给了那个价 你都没有去想 你都没有去考虑 个个都完美的 你还说什么 你自己比一比 这块料真的 好多同行都在给过价 我一手打包的价钱 真的姐姐 有心要就好好谈 差不多了 真的 好好谈 真的加不动了 我给你讲 你看上次收他了 真的是 差不多够本我都给你 就来还是那个价钱 我给你讲 你手走的价钱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太冷膜了 你只把他开会说 可以了 姐姐就这13只 卖给我得了 行吗 下次我多帮你开点账 一样的嘛 对不对 一回三二回收 上次你这次 你又来叫我 我也不说了 这个价给你了 老板娘 真的加不动了 你能开张号 就给你收了 我们之前的这种货 现在比这个价 真的没有新价 你考虑一下吧 实在不行 没办法了 我真的是加不动了 你能给我卖的话 我就给你开张了 行吗 老板娘 我问一下 打个电话 找你问我打个电话吗 就不至于这么多事了 打个电话 也不一定能卖啊 我昨天来谈是 不用打电话 不用谈了 今天那么好说歹说 所以给我打了个电话 差不多了 其实这种料子的话 就是按我打的这个价格的话 性价比是真的非常的高 但是我真的没有这么多的预算 就是下 他们都收到了嘛 然后我也要回去了 然后看看就是这一首能不能谈成 能谈成的话 我都给他讲了 我就走了 如果谈不成的话 我就下次我肯定 我都不找他买货了 我都说了 我明天要下司会去了 不然的话 我都不会来找你买这个货 算了算了算了 赚钱 感谢 谢谢 下回都来帮我买点 必须的 我跟你讲 下次我帮你多多卖一点 真是卖了又心疼 不卖又显得一点钱出来 我都欠了姐妹们 这一首尿子的话 果然还是 你看这一条 这几个挑出来 你自己看一看 这边的话都是色很辣的 然后它一直的话都是 小小小小一开头的 而且品质是真的很在线 我给老板娘软磨 硬泡软磨了两天 然后呢 今天我们要准备 别说了别说了 我都心痛 谢谢 下次我一定来多多给你开张 拿下这一批 果然回来再加它一点点的话 还是开张了 姐妹们 然后呢 喜欢这批的话 把我们买大小圈口 既可拥有 频率俱见 不要忘记了 点赞频对加关注 谢谢老板娘 我给你展现啊 过去了 你注意收一下啊 走啦 我又回去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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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老板娘 今天满满的一袋 开心 真的有的东西 还是需要时间 需要精力去谈的 因为谈价格嘛 他也不能着急 也不能说说他不卖 然后就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不可能的 因为还是要看我给价 看多少给多少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很考验一个人的能力 跟一个人的经验 喜欢你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要点赞 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